看看一棵能不能打到几十个W的 几十万的材料已经切好了 现在到了盘货的环节 那做什么东西它的利益化是最大呢 各位大哥也来评价评价来见解见解来吧 大哥的意见肯定是万物接口盘珠子是吧 那到底能不能盘珠子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份材料几十万 为什么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因为它的厂口是一个木西沙的 加上这个脱沙程度咱们可以看得到 压灯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搏界面的东西 就是看它的全度 那切出来到底它怎么样呢 这几块来说呢比较小的 那这种它的种子变呢就是打挂件 那有没有界面呢咱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料子呢它是走水路的 咱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这份材料 这个地方它的全度是可以的 包括这些面它就打不了界面 如果抠界面这里切开的话呢 盘水路这一点呢其他的材料呢打不到这样 那现在呢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块 咱们可以看得到这一块材料是非常的好的 没有打水就可以看得到它现切出来呢 它的全度是非常的高 而且呢它是走水路可以看得到 这些地方呢有变种 首先呢这一面咱们可以看得到 就算没有开之前呢它也是脱沙很漂亮的 它是脱沙打干净了以后 可以看得到它这种沙眼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木西沙 水路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现在这个料子呢要怎么样活到它的利益或最大呢就是搏界面 那这种界面就稳了吗 不一定 因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白度 为什么我们在行内呢经常会提到料子的白度 如果白度不够的话呢 它起出来呢在市场上打件呢会打得非常的低 有很多人说质量够了打界面就没有问题 这个话呢你听听就好 今天还是一样拿这个料子呢打个样板起个界面出来 如果白度不够的话我们会选择做其他东西 那上下的这种材料做什么东西呢 咱们拿到工厂研究一下走吧 这个位置呢也是相对比较纯的 这种材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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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垮得稀里花辣了 小的已经盘出来了 看大的鸽子弹盘出来了是什么样子的效果 看看一颗能不能达到几十个W的 来吧